马哈达佛寺位于青圣城城墙区内进城中心以西的地方 协队杰迪卵佛寺 在相关的史料中没有关于马哈达佛寺的相关记载 当地人称之为拍洛佛寺 寺内古建筑遗迹主要有佛堂与佛殿 其中佛堂只剩下长寺边形的地基 以砖头为主要建筑材料 用砂石块挖凹后作为船头的毛眼 而从砖头上的圆形坑可以看出 佛堂的构建是以木柱为支撑 初期的佛堂与其后面的佛殿相连 并有长寺边形阶梯上下佛堂 经过后世的修气 佛堂前面的阶梯被覆盖 并在其往前的三米以外 建起了长寺边形的塔楼 佛堂后的佛殿为四方形建筑物 类似箱垫 用砖头构建 大小刚好能安放主佛像 并只开有东面一扇门 1966年 清盛发生大洪涝灾害 洪水退去后 寺内只有佛殿的东南面保存完整 泰国艺术厅根据杰称鹏师傅的指点 重新将其修复 从其艺术风格上看 该佛殿应该始建于公元15至16世纪 祝福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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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